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国市场对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影响有多大呢 中国内地占耐克全球销售合约20%左右 对阿迪来说同样重要 所以耐克和阿迪可以说是一边吃着中国的饭 一边砸着中国的碗 甚至还要求其供货商不得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纺织物及加工品 要不要脸啊 一边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市值蒸发 一边却是众多中国服装品牌的股价迎来了持续的大涨 美邦服饰 七匹郎 海兰之家都纷纷大涨 刚股市场上 李宁收盘涨了2.9% 安踏体育大涨了5.6% 就想问一句 耐克和阿迪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李宁安踏它不香吗 国产品牌弯道超车崛起了